您好,欢迎您走进Mess学院的Python面向对象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鸭子类型与多态 前面我们讲过多态是面向对象编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多态 多态是指在编程过程当中一种类型可以具有多种类型的能力 并且允许不同的对象对同一消息做出灵活的反应 多态使得我们可以以一种通用的方式对待可使用的对象 对于非动态语言必须通过计程和接口来实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Python中的多态是如何实现的 第一,通过计程实现多态 也就是子类可以作为负类来使用 第二,子类通过充在负类的方法以实现多态 下面我们在胶式环境下来演示多态的使用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负类 这个负类具有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移动 那么我们用一个字符串来模拟移动 我们还可以定义 继承这个类的子类 比如我们定义一个子类 它继承这个负类 它继承Animal这个负类 现在我定义一个函数 在函数中我们给一个参数 然后呢 调用这个参数的木偶方法 现在我们建立一个 实例 也就是Animal的实例 我们可以将Animal这个实例 提供给木偶这个函数 作为参数 可以看出来 此时在函数运行以后 调用了Animal的木偶的方法 显示Animal is moving 对于Animal的子类 Dog 我们也可以将它带入这个函数 也就是提供为这个函数的参数 首先我们实例化这个Dog 这个类 同样我们仍然可以将它 放到这个木偶的函数当中 作为参数来提供 它也显示Animal is moving 也就是 对于继承了同一个类的子类 当负类可以在函数中 作为参数调用的时候 而子类同样可以作为 这个函数的参数来进行调用 这就是通过继承 来获得多态 反过来 子类可以通过重载负类的方法 来实现多态 也就是 也就是 同一个负类的不同子类 对于同一个动作 可以有不同的反应 比如 我们定义一个类 这个类呢是 cat 同样 它也继承 animal这个类 但是呢 我们重载了它的方法 木 我们同样输出一个字符算 我们再定义一个继承animal的类 比如说 sick 从载它的方法 木 这个类的名字错了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将sick和cat的实例传给move这个函数 这里面我们直接实例化一个sick 可以看到 它提示 它输出的是sick is moving 那么如果我们传给它的 是cat的实例 这时候 它应该显示cat is moving 那么这就是通过子类重载负类的方法来实现多态 虽然cat和sick它是同一个负类animal 但是呢 cat和sick它的移动方法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 python是一种动态语言 在python语言中 我们还可以通过动态语言与鸭子类型来实现多态 在动态语言中 我们知道变量绑定的类型具有不确定性 也就是如果我们给一个变量 首先绑定为一个数值 这里面呢是整数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给它绑定一个伏点数 还可以给它绑定一个伏串 还可以给它绑定到一个类上面去 那么因此变量绑定类型具有不确定性 由于变量绑定类型具有不确定性 所以呢 它可以接收任何类型的参数 举个例子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输出它接收的这个参数的类型 对于这个函数来说 FOO它所接收的数据类型是随意的 比如 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传入整数3 我们看到它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也就是输出 这个3是整数类型 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传入浮点类型的数据 它输出的是浮点类型 那么对于这里面的字符串 作为类 以及类的实例 都是可以传入它的 而函数 在接收这些参数时 是误检查提供的参数类型的 当接收这些参数 并且运行这个函数当中的 Python语句的时候 那么调用程是否成功 由参数的方法和熟性来确定的 如果调用不成功 则好处错误 比如对于我们刚刚定义的 木屋这个函数 它仍然可以接收一个 整形的这么一种数据类型 作为其参数 但是接收以后 开始运行木屋函数的语句当中 就会调用 所接收数据类型的木屋方法 因为这个7作为整数 它不含有木屋方法 虽然它接收了 但是运行会出错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在函数体当中 调用的这个类型 不具有它需要使用的这个木屋方法 所以这个运行的结果是出错了 那么如果我重新定义另外一种类 只要它实现了木屋方法 都可以作为木屋这个函数的参数来进行调用 比如我随意定义一个类 M 它虽然不继承animal类 但是呢 我给它定义一个木屋的方法 此时 我们可以将M这个类的实例 作为木屋这个函数的参数 可以看到 它的调用也是成功的 因此对于python语言当中的这个多态 是可以通过动态类型的绑定来实现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多态的实例 在这个程序中 我们也通过继承来实现了多态 首先 我们定义了一个类 point 那么这个point类 具有二维坐标 x和y 然后呢 它实现了加法 并且 实现了一个输出其坐标值的rf函数 那么在 定义的这个myadd这个函数中 我们对这两个变量ab进行相加 并且呢 返回它的结果 所以 对于实现了这个add方法的 这个point 其实例 是可以提供给myadd这个函数 作为参数的 因此我们在组程序中 直接调用了myadd 这是两个point的实例 然后呢 我们对相加的结果 它的信息进行了输出 接着 我们又定义了第二个类 这个类呢 继承了point 因此 它也可以放到myadd这个函数中 作为参数 提供给myadd这个函数 然后呢 来运行 获得结果 而 第三point这个类 没有简单的使用 负类当中的add这个方法 而是呢 对负类add的方法呢 进行了重载 这样呢 它的 加法的结果 会和这个point类的实例 加法结果呢 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这个程序 可以看到 对于point类的实例 代入以后 运行的结果 就是将两个 二维坐标的 x坐标和y坐标 相加 而对于第三point这个类 它在执行相加的时候 是将三维坐标 xyz 对应相加 当然 我们还可以利用 python当中的 动态类型绑定 来实现 这两个类 都可以进行架法 比如 我们可以修改 这个第三point这个类 把它复制一份 把原来的这个类注释掉 我不让第三point来继承point这个类 所以呢 这个构造函数 用修改它 这样以来 第三point没有继承point这个类 但是呢 这个程序仍然是可以运行的 保存它 运行 可以看到输出结果 和刚才是一致的 这就是利用 python语言中的 动态类型绑定 来实现多胎 那么对于这个 myad函数来说 对于i和b 这两个参数 只要传入的数据类型 是可以执行加法运算 也就是调用a加b就可以了 因此 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传入第三point 因为它实现了加法的运算 而且point也是实现了加法运算 当然 如果你有更多实现加法运算的这些类 都可以将它的实力 传给myad这个函数 而对于这个函数 我们还可以简单的 将数值传递给它 将字符串传递给它 将列表传递给它 它都会正确的工作 因此 对于这个函数来说 它可以实现 所有能够加的类型的数据之间的相加 因此这个函数 在完成以后 就不需要修改了 这就是面向对象编程中的 重要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开币原则 其可实现开放的扩展 与修改的封闭 那么这里 所谓开放的扩展 就是通过继承 那么所有继承point的类 它都实现了这个add方法 它就可以传递给myad这个函数 因此myad这个函数 就不需要修改 而在python语言中 因为它是动态类型绑定的 除了使用这种继承 继承方式的多态以外 还可以使用动态类型的压子多态 这样呢 这个函数 它需要修改的几率 会更加少 所以更能够体现 开币的原则 使python语言的面向对象编程 更具有灵活性 另外 在python语言中 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类型绑定 所以呢 不需要定义接口 这就是动态类型语言的优点之一 这节课的作业是 第一 通过继承前面课程作业中定义的盒子类 实现可以相加的盒子类 并定义一个调用让盒子实力 可以相加的函数 第二 通过鸭子类型实现定义一个杯子类 能够将其实力提供给上题中的函数 使得宣加后得到一个杯子 容量为两个杯子类的实力的容量之和的 杯子类实力 并且呢 提供给上题中的函数 以验证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